刚才你要冲场出去 我们又要冲场出去 我不管你冲不冲场出去 我现在警告你 第一 这里不是宾馆 不是宾馆 第二 现在是医学中心这里 隔离区现在 隔离区也要保障人权吧 你要这边通知他们的工作人员 他们好像不会喝 你现在要全部就是听从这边的 但是往火下去 我三天没有喝水的 你能接受三天工作人员 水给你了吗 没有啊 怎么没有给你 水在哪 工作人员都说了你要喝矿泉水 对吧 你要把会计寄过来 这不是你家里现在 走啊 我现在给你 我先给你 我先给你一遍 我先给你 我这边是普通官的 不是什么医生 我先给你讲 如果你下次还有这种情况 你会传起法要做事的 就是强制性把你带走 懂了没有 那扣留个人物资算怎么回事 你所有的东西都会有工作人员替你保管 不会扣留你这份一样东西 但是 但是如果他们过期了吗 那这个财产损失呢 过期了 你可以不用 你可以不要叫你朋友寄过来 不要寄不就不过期吗 你为什么要 多一时呢 我要活下去啊 活下去这边有食物吗 有啊 没有水啊 没有水可活 哪里没有水啊 谁是可以喝水啊 那个水流出来都是搜到里面 啥制你喝吗 我咋是这边提供的 不是有什么 你这边有水 就是烧的水啊 有水 有湖啊 有开水湖啊 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喝的 为什么你不行呢 都这样喝就对嘛 你见过有人跑出来吗 我那边都这样喝就对嘛 等一下 别的屋子的人 别的屋子的人 我问一下 我现在给你旅游的 知道吗 别的我问一下